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眼肿胀 手臂还有多处抓伤 据介绍另一名年轻女子小雪 他是小黄的妻子 同行的另一位中年女子是小黄的姑姑 小黄报案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小雪 民警一听很意外 让小黄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一遍 小黄说 头一晚 妻子小雪喝醉酒后 把自己打了 而且还不是头一次 他实在无法忍受妻子的粗暴行为 因此来派出所向民警求助 要求和妻子离婚 民警看了下小黄身上的伤 的确是人为造成的 询问小黄的妻子小雪 他很爽快地点头承认了 不过 他不断地对丈夫小黄表态说 我再也不会了 一定不会有下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 这是我答应的不断地 因此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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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